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在韩国釜山为您带来 第21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半决赛的比赛情况 那么女子单打的比赛呢 进入半决赛的有丁宁、朱雨玲、陈梦和刘诗文 那么在昨天的四分之一比赛当中呢 丁宁是因为郭月弃拳直接晋级前四 朱雨玲是战胜了新加坡的余孟宇 陈梦战胜了冯天威 而刘诗文呢是战胜了日本的石川家纯 晋级到前四名 其实对丁宁来讲啊 虽然是昨天少打了一场比赛 但是对今天的决赛来讲是不利的 因为这个运动员的状态啊 他在比赛当中 他一场一场一场 他是有一个连贯性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基本模式 所以丁宁中间一下等于卡壳了 虽然是不战而胜 但对他今天这场半决赛 是没有太多的好处 所以就要看丁宁今天怎么去调节 就像连续剧似的 要把从第二局没看 从第一局把第三局再连上 从第三局再到第四局 第四局这样一级一级连起来 女子单打的整个情况呢 波澜不惊 中国队 应该说从小将朱玉玲 包括陈梦的表现 都是相当不错 陈梦是战胜了冯天威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对陈梦的挑战呢 也很大 所以昨天呢 能够正常发挥 能够战胜新加坡的名将 这点确实是可喜可贺 另外呢 朱玉玲是战胜了于梦宇 比赛的比分差距还是比较大 所以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 小将朱玉玲已经开始向 主力向世界冠军 丁宁发起挑战 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精彩的对决 这边的掌握 磊 磊 磊 拉罐 拉罐 中国乒乓球队 从这个近几十年以来 这个内战是一定要打的 你对外再强 但是你进入到半决赛或者决赛 你想成为最后的强者 你必须要战胜你的队友 必须要狠起来 这才能够走到 笑到最后 所以有些运动员他是外战内行 内战外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现在大家的竞争都是公平的 所以原来我们可以说 这次比较没输外国人 挺好没输外国运动员 但是你拿不了冠军 因为你想拿冠军 你必须要战胜你的师姐 或者你的师哥 所以打内部的这种竞争 实际上是最残酷的 你看到今天 叮咛发动得很快 一个是心态 调整 就是说他没有 没有把它当作一种 自己被拼的一个模式 一个角度来打 还有一点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这个 能够笑到最后拿冠军的 打到最艰难的时刻 必须要能够 拿出骨子里那种狠劲 不狠 那你只能打第三或者第二 非常现实 现在朱玉玲和丁宁啊 在第一局的开局以来 一个是叮咛的 完全可以调动 朱玉玲 并且呢 在这个角度和落点上 都很严密 这个球啊 所以还是很伤元气 9 2 2 10 这样11比2 丁宁 大比分 胜了第一局 我们看看第二局 小将朱玉玲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特步 九大马拉松 为一指定运动装备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亚洲配方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丁宁对朱玉玲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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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对朱玉玲 也就是说 稳健有余 胸狠不足 特别是他 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 他的教练李损之道 也多次介绍 需要加一些 有杀伤力的技术 当然根据他的年龄 因为他年龄小 他的力量各方面还不能够完全 像丁宁和李小霞那样 注意又是打高球 3 2 祝宇玲来讲呢 他最被动的地方呢 在于他的这种风格 他是先以稳 以相持为主 然后在相持当中 再加一些发动 那么跟丁宁的球呢 因为丁宁是个左撇子 所以对左手 应该说这个防守啊 难度就加大了很多 你右手对右手的时候 你是习惯性线路 打平时训练也好 比赛也好打得比较多 左手 丁宁是左手的话 祝宇玲这个防守 再加上比赛 多少有一些紧张 这个防守的稳健性 和感觉就会 打很多折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稳 稳不住 稳不住怎么办 应该是一改以往 比赛的一些习惯性 就说朱丁宁应该 上来率先发动 而不是还走以前 我就先稳住 你稳不住的情况下 就要有些新的举措 both立太太 两个 四个 一个 四个 4.7 7.5 8.5 8.5 9.5 9.6 9.6 9.6 10.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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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7 9.3 比赛你应该怎么打 你应该怎么掌握场上主动权 7-8 现在朱雨凌呢 把比分在第二局追成了8平 这个时候看看朱雨凌 是否会有一些 得分的一些球 也就是加一些进攻 9-8 9-8 他还是在防守 其实世平赛上也有很多人给 包括聚龄一些家乡的球迷和领导 也都给他总结了 成绩是可起可贺 但是里面的整个亮点不够 所以这两分球你看8比8的时候 完全可以加一些进攻 还是在防守 现在打成了8比10 11比8 丁宁拿下第二局 其实优秀运动员 他就是能够抓住你的 最难受的软肋 丁宁现在还是能够把握大局 2比0领先于朱宇宁 我们稍后见 来自自宁的神奇力量 焕发出身体的无限潜能 内置同级磁体 361度NFO磁能技术炮鞋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维生素功能引料 来自磁能的神奇力量 焕发出身体的无限潜能 内置同级磁体 361度NFO磁能技术炮鞋 小将朱宇宁挑战 世界冠军丁宁的比赛 1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呢 是传统赛事 它是两年一次 那么创办于1972年 我们还知道这个中国队 在釜山亚运会上 曾经是大败而归 但是今天的中国平凡球女队 已经不是釜山亚运会 那时候的那种实力了 因为它的整体水平在提高 像朱宇宁这样的 不到20岁的小将 都能够获得市井赛的铜牌 2 3 看来就是小将朱与玲她打左手的这种弱点意识 这种套路都不是说感觉特别流畅 不像跟右手在进行相持的时候 她的攻防转换 4 3 全部给住她正手 丁宁是非常的有把握也特别的坚定 这种坚定体现于丁宁在这个球当中反复连续打住朱与玲的正手 因为她知道朱与玲的正手调动起来 她没有太多威胁 3 5 3 6 所以右手跟左手打其实很简单 要么你把左手打穿打透 调动她的正手大脚押回反手 然后不停的再进攻 连珠炮弹式的进攻 要么你就被她遛的 来回的左右让她遛你 好 关键 关键一点的就是说注意点 风 丁宁的进攻 这个防的不好 准备 7 你看现在丁宁个子大 腿长 所以朱玉玲呢 她掰不开落点 给你丁宁连续正手 但是呢 就打不动她 但丁宁呢 老能来回溜着朱玉玲跑 那么最好的一个环节呢 就是说朱玉玲 她没有打出来 或者她不擅长 比如说她的反手 如果能够压出鸡腿来 朱玉玲加强侧身 不是老用反手 现在没有效果和威胁 也得不了分 这种球 对 吸短 你看这种球 正手率先侧身发动 你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的方式 但是你根本就打不动丁宁 那是不是能够早早地就要用正手侧身 来打通这条斜线 反手可以多加力调动 然后正手来侧身砂板 所以年轻小将还是要看到差距 那你和这个丁宁这种世界冠军来较量的话 他就是让你感受到什么叫疼 你哪是最难受 他就给你哪 这样丁宁呢 11比5 3比0 领先于朱玉玲 酷舞先锋 酷舞先锋 街舞争霸赛 我在这里 你在哪里 让我们一起会街舞疯狂吧 透气爽冷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好礼品 会说话 一路听天下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韩国釜山为您带来亚洲平方球锦标赛女单的上半区半决赛 那么在前三局的比赛当中的丁宁是3比0直落 大比分领先 所以你看丁宁 从这第二个球我们就看到 这就是高境界高层次的选手 第一个球能感觉到 就是他 这个3比0领先之后 朱宇玲肯定是要加质量加旋转 所以丁宁一个球吃亏之后 第二球马上开始反击 不再和你周旋 这种球 这个朱宇玲也是没有办法办法 必须要这么打 反手 打落点 调动对手 然后正手 来杀板 2-0 2-3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呢 昨天已经先结束了混合双打的争夺 最终呢 是韩国选手李湘秀和朴英书 战胜了日本的丹宇孝希和平野早始乡 为韩国队拿到了一个宝贵的冠军 2-3 因为韩国队呢 这个在近几年来说 特别是新老交替之后 拿一个冠军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在世锦赛当中呢 今年巴黎世平赛 朴英书和李湘秀是赋予朝鲜选手金仲 和金鹤峰 获得了亚军 所以昨天的比赛现场 应该说 韩国队像九汉冯雨露那样的激动 虽然这个雨水下的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已经很久没有尝过冠军的滋味 特别是在东道主本土作战 这些卤化了 这些卧火山议。 如果你在柚子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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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7 7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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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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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的是不是慢热型 大比分落后 但是最后他总能反败为胜 总能逆转比赛 但是这个不是偶然 这肯定有他的很多必然的因素 因为他的技术 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后劲长 后劲足 韧劲 在比赛当中更突出 所以丁宁呢 他也是这样的一名选手 可能还在成绩上 在能力上 不一定能够超过王楠 但是他也是这样努力的 所以这局比赛 对朱宁宁来讲呢 还别想着说能够 轻松的拿下一局 7-2 8-2 3-3 7-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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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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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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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丁宁也是在把握最后这个比赛的一个进攻时机 这个时候只要能有这种弧圈球出现 很容易得分 还是被动的防御 因为这种防御也是朱与玲她日常所一贯用的一些技战术风格 没有办法 8-11 这样丁宁在第四局大比分落后 逆转了这局 从而以4比0完胜于中国小将朱与玲成功的晋级单打的决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就先为您介绍到这儿 是由杨颖在韩国府山 设计局管现场为您做解说评论的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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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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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